字幕開放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凱教練 大家好 夢多PV 我...忙幾時候幹嘛 不是啦 是不是你的頻道欸 那是我的頻道 那是我的頻道 對 今天就是因為 我們對賽課程 沒有人要來挑戰 就是哪一個人投去撞到牆 不好意思 那個人就是 要去Olympia的 我的朋友 那個好像大友來投 對不對 我跟你講啦 那個朋友其實 我是OK 而且是一個女生 女生要來挑戰陶哥的 女生 對啊 你看 一個冠軍女生選手 要來試我的菜單 是 我怕他覺得我菜單不夠類的 很夠很夠 不是 萬一他完成我就成了 因為上一次我做的很慘 不是不是 但是他很有可能 因為他本來是很有爆發力 而且第二個 年輕 第三個 臉好看 你跟他很熟耶 聽起來 說我剛剛已經排過兩三次了 你跟他 拍過 拍 不是 拍過 夢多TV 夢多TV兩三次 OK 應該很多分子 應該是猜得到吧 誰呢 猜一下 不是 不是 館長 不是 不是 他胸部大 胸部大 胸部大 對 好害羞喔 我只知道 覺得我好像被我老婆很火這樣 欸欸欸欸欸真的欸 真的欸 真的欸 大草大草 要做眉頭 沒事沒事 這是工作 我差不多要吃螃蟹了 對對對 來去趕下一抓 還是我們不要練頭 我們一局是螃蟹 是螃蟹 好 我們家是螃蟹喔 那他就在這邊自己練 自己練 樓下樓 你看其他樓下樓下樓 對對對 來來來來 朋友在樓下來來來來來來來 好 就是 我是 我的朋友 梅子 進來 嗨 我是梅子 梅拉 今天有 有自信嗎 有 漂亮啦 我喜歡他這個態度 那你知道我們演出什麼嗎 拍 腿不是嗎 拍腿 拍腿 我們要去拍吃螃蟹 喔走吧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今天是 那個梅子 挑戰 好個的 人腿的菜單 好 加油 而且是背賽的時候 喔對 好 我有個風外去耶 麻煩 不好意思我只有吃飯的事情 大家再見 掰掰 不行 我腿的課表 讓你好我早期的課表 好 比較輕鬆一點 只有四個動作 好 但熱身補償 我相信你 我們直接開始 好不好 第一個動作熱身 好 這跟你平常 陶哥帶你練腿有沒有一樣 沒有 不一樣 當然 一樣嘛 老哥是用一台 史密斯的固定式的器械 要梅子做一個熱身的動作 可以看到重量相對不是很大 我剛剛也注意到梅子在前面蹲的時候 她的膝跟髖關節活動力沒有做到這麼深 現在應該是第二組 我也發現其實梅子是一個有經驗的選手 所以她會慢慢的在她熱身的時候 打開她寬跟細的活動 不會有感覺她已經慢慢的 打到寬的深一點點 海哥這是觀察細微 尤其旅行的時候 深蹲的時候我觀察特別細微 我通常就是直接被美化吸引住了 沒有辦法去看美化的細微 所以你跟我不太一樣 好不好 我們走的是 我們走新的 老哥她臉上還是很開心的笑容 如果真的不太行的時候 你要跟她講 她對女生是OK 像我跟她說不行 她就沒有踩哥你還可以 她會笑笑的這樣說 好不好 沒有說什麼 下一組開始了 好 秒下就好了 可以 秒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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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一個 OK 現在是正式熱身的第一組 這個是正式熱身的第一組 還是甜蕙的笑容啊 OK啦 還是甜蕙的笑容 就是這樣 第一個 是啦 所以我們現在她熱了幾組 她熱了幾組 好像第七 第八組 對不對 好 而且她熱身還有低解 她熱身還有低解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其實我覺得熱身 不需要用某一個量去定義它 它是一個感受 對啊 它是一個感受 所以 這也是跟我想法很像 有些人在做練的時候說 我要把力量保留在後面做什麼 其實沒有一定 對啊 沒有一定 對不對 確實 你如果覺得你後面還會有力氣去做下去 前面熱身多一點什麼關係 對啊 這也是 我可以的 像我剛剛豪哥這邊的熱身 其實在我們雖然前面的量看起來很多 是 可是事實上真的在做正式組的時候 我們力量還是不會掉 所以反而是真的上來 是 對 那個熱身先對於運動感先有幫助 對 嗯 沒錯 是你自己選擇拖鞋 還是豪哥叫你拖鞋 我選擇拖鞋 OK 你拖鞋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鞋子太軟了 OK 好 那跟我想的原因會不會一樣 好 我們看到你一直拖鞋子練 是 其實 拖鞋子練在黃金年代的時候 他都會喜歡拖鞋子 真的 對 他在深蹲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的腳 被鞋子包覆的時候 反倒不會去抓到地面 懷關節可能會造成某一邊會的原因 但阿露他們完全攻腳的時候 你的腳會去找到地面 能夠穩定的方法 反倒能夠造成你的懷關節的穩定 造成你的腿道的穩定 好弄喔 好弄喔 喔 那個燃燒桿一定要出來了齁 對不對 哇 燃燒起來 Good 這個 這一個 好爽啊 好爽啊 我真的不行 對 等一下 沒發想 好 來 好 來 OK 好 我們剛剛這個動作呢 是第一組 一組 還有四組 走 所以剛剛這四個動作叫做一組 對 所以術語上這個叫做巨型組 Giant Set 四個動作在一起 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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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第二組開始 他叫做巨型組 你以前做幾組 不要做到我沒有組 OK 以前 這是以前我在台北今天會蠻長的 請問一下你想做到幾組 第二組開始 其實可以看到梅子蹲到現在 他雖然是有一點點疲倦的感覺 但是他的臉倒還是很穩定 而且 而且 甚至到他覺得臉上有一點疲倦的感覺的時候 他的深度 他的活動範圍都有做到 好 這一點是我覺得很棒 對 那我相信這一組梅子應該會感覺到 他的大腿疏力會更多 對 因為剛剛我們把他的肩的位置放深一點 所以他下來的時候 他的活動範圍會更大 對 來 好 來 所以他的肌肉可以有更長的延展 跟收縮 好 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好喝的這個巨型組 前面兩個都是多關節的運動 compound exercise 多關節運動當然會消耗更多的難量 會讓你覺得容易疲倦 很多時候不見得是目標肌肉的疲倦 可能是心肺的疲倦 所以他在後面安排兩個單關節的動作 當你覺得你心肺不行的時候 其實你的單關節讓腿前甚至腿後 單獨拿出來練可以達到目標肌肉完全 絕對的燃燒殆盡 還有尤其喜歡練腿後的朋友記得不能只做直腿硬 一定要做Late Curl 一定要做腿彎 因為腿後面四條肌肉 三條有連到寬 有一條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把我們的五二頭肌全部練到 一定要做Late Curl 現在第二組結束 我會休息到90秒左右 你有給到90秒嗎 有 你算是對我都沒有90秒 只是我的時間可能快一點 你的90秒是不是 90秒到了 我們在講時間這件事情 相對於運動的時間 對他的時間 現在是最後一組第五組 沒有啦這個五個循環真的會 第一個跟最後一組第五組 好 縱使到了最後一組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一直蹲下去的 整個脖子範圍都還有 雖然大腿有一點點看得起來是在發抖 但這個其實是他的奶帶在很認真 證招所有肌纖維的一些條件 他沒有去改變他的動作跟軌道嗎 這就是選手的意識力 選手的意識力 選手的意識力 還是好我們就可以 再一下 好 第一個動作結束 第一個動作結束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對 豪哥的中文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他不只時間跟人家不一樣 他連中文都跟人家不一樣 一個動作解釋 OK 所以現在的一個蹲 跟緊後扛擋跟緊前 差別在於當你放在緊前的時候 你為了要保持平衡 你的上半身會相對直一些些 而這個重量下去之後 會離你的膝關節比較遠 所以你會比較注重在鼓勢頭肌上 所以說今天緊前蹲來講的話 你可以回去嘗試看看 是否會把你的重量 從寬後面拿走 而轉移到鼓勢頭上面 所以他第二次在做大腿推舉的時候 他的佔據是變近 這個本來是佔的是寬 他變近的話 所以其實會讓你的重量 落在鼓勢頭肌頭更多一點 那我自己的感覺會是外側到尾部 如果往內戰的話 如果往內戰的話 是齁 我們等一下問問梅子的感覺 不過這本來我覺得是 因為那個SKATE 到底看什麼 確實我們在做時裝裡面 比較多的時候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站到載具的時候 你會感覺哪一塊 一樣我們是西區 關區 都有嘛 對不對 西深 關深都有 哪一塊地方你會覺得比較好 其實像我的感受就會 真的是 大的外側 OK 我覺得抓到的感受是這樣 了解 那這一次的戰隊跟坑浩手不一樣 是 你常常跟豪哥這應該是你最熟悉的 對 跟剛剛有不一樣 他剛剛微微的發出三個 他假裝畫嗎 對 好 所以 這一次的大腿伸張 就得於是電巴 對 那一巴你會明顯感覺到 鼓勢頭的外側 對 對不對 明顯感覺到外側 對啊 對啊 那如果是今天是健美選手 就像豪哥這樣的選手 腿外側的我們叫Sweep 這個外側的量 打開就會有X型出來 對不對 你們如果常常看到豪哥跟天翼的腿 他們的那個X型就非常的明顯 所以當豪哥做伸張的時候 曲曲也是一樣 向內 是不是 OK 那如果是勾的話 其實是反過來 我會看到 我有注意到好多 他會有使用的 蹲蹲蹲的方式 他的前後腳站直 他的前腳 他的曲感 設計會往前曲一點 所以他的重心 應該是放在前腳 的屠絲跟蹲蹲蹲 的上 等於是有一點類似 我們叫Single-A 單腿伸蹲 對不對 他的蹲蹲 他並不是前後的 最均勻的分 翻到這個重量 OK 所以 這個動作應該是無數 對啊 然後中間 沒有 一個腳結束換另外一個腳 然後就直接下一個就開始了 對 因為我記得豪哥有說過 當你在蹲右腳的時候 左腳在休息 當你蹲左腳的時候 右腳在休息 可是 可是你的心肺沒有休息 對 這個很燒對不對 很燙 這個很燙 有點煩到爆炸 是 我相信如果梅子常常來這邊 跟豪哥一起練的話 他除了 除了肌肉量的成長之外 這也就是為什麼 你說你們以前在歌的時候 能夠 心肌跟減脂同時 正常 對啊 因為你的心肺其實 是有這麼大的挑戰 對啊 對啊 不要看 誰追你看心率的 你看開始了 你看 對啊 看 對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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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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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不對 三個均勻的每個四個動作 每個十二個動作 我們首先問你 你跟平常自己訓練可以的程度比較 大概多了八倍吧 我平常大概熱身組 我就嗯 好了 然後你進入你的訓練組 沒有 然後 你說 他做完他的訓練組 你就下班了 熱身組就是我平常的訓練組 有點謙虛了 不是認真講 就是 因為你的熱量其實真的不錯 對啊 因為我都是 你有抓到那個鏡頭嗎 你有抓到那個鏡頭嗎 我說你的熱量還不錯 同時兩個男生 嗯 沒有 因為我之前都做大動量 很少跑到12下 或者是10下這樣 OK 所以我肌難力超級不好 在腿前的時候 聰明前 都是 好多大部分 我謝謝女小姐 就是那幾下 好可怕 好如此在旁邊 保護你而已 不會讓你瞬間 就掉下來 或是瞬間 對 沒有力的感覺 同時也是在 我自己在感受你 在練的時候我也感受 那 最後 然後跟你對美姊的表現 做個總結吧 總結喔 我想 藉由這次的訓練 你 你了不了解我 為什麼我這樣來 我的訓練課程 腿部 分很多角度嗎 對 我通常會 能不能訓練過程中 念完 去 了解一下 我的安排是為了什麼 念你講一下 我看你吃得很爽 我為什麼要這樣安排 為什麼要這樣安排 就是 就是這個角度的刺激啊 讓整個 每一個 連小細節的肌肉都可以 完整吃到 尤其在 凱克這邊也有提到嘛 就是在你真的 越接近立結的時候 你可能更會號召到 你平常不會帶到的小肌肉 對 所以其實我們 很常常一直處理在這種 很理解很理解的狀態下 當然我剛開始 用好課的課程內模式的時候 我也只有一個 X 就是 沒有 就是 就是真的只有累而已 我已經腦袋沒有辦法去思考說 呃 我 我到底在 用什麼肌肉 剛開始 不重要 對對對 就是我盡可能把課表吃完 跟把動作品質做到最好 就好 但是 但是一年後你變得怎麼樣 你講的 一年後我長得死 你的肌肉 純肌肉 好吧 再次謝謝女子今天來 那今天 豪哥的 這一集 進步就到這邊 記得收看 豪哥的頻道 要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好棒 我凱哥來的頻道 OK 豪哥來的頻道 我們 下次見 大家多訂閱凱哥 訂閱 掰掰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又來囉 這次跟TN一起合作鹽花的草莓益生菌 十文全家大小一起吃 讓朋友們來跟你一起把關你的腸胃吧 下方連結 買起來 下方連結